中心在今天也公布了 居家檢疫期滿裁檢的新政策 居家檢疫和居家隔離期滿前的PCR 要改為快篩 我们为了要加速居家隔离 跟居家檢疫的一个检测的结果 我们会以进行相关的防治策略 那现在因为我们的家用快篩 事实上它的特异性高达99% 所以对于这个有传染力的一个 个案有高度的鉴别力 而且它可以自行操作 所以我们会即日起 就是将这个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 在隔离或检疫期滿前 第10天的裁检都改为快篩 那也就是说在居家隔离期间 除了这个 第一次就是dailing的时候 会有一次的PCR 那再来就是第5到第7期间 有一个快篩一次 那第10天的PCR改成快篩 那另外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在第二天跟第4天也都是用快篩 那居家检疫的部分 原来是在第0天是做PCR的一个检测 那这个也是不变 那我们原来是第3天第5天第7天是做快篩 那我们现在把第7天的快篩 移到这个第10天 第10天来做 所以原来的第10天的PCR就 就不做 进行